是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 然后盼望你今天的信实恩典良善 都能够使每一位 不管在哪里的弟兄姐妹 能够感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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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们 父神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要先来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各位各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以我 感谢观看 我感谢 出来之后 that we can let's praise I love you I've been Your goodness Your goodness you have been faithful 相信 you I will say of the God God that we can we can get 生命中 我愿意施上我的灵 当当归于你 耶稣你是我的一切 因你的世间 我活着 因你的世间 我得胜 因你的能将却释放 你奇妙作为 让我生命中 因你的世间 我活着 因你的世间 我得胜 因你的能将却释放 你奇妙作为 运行在我的生命中 我们一起自由来敬拜他 因你的世间 我得胜 因你的爱 因你牺牲的爱 我要爱敬拜你 我得救 因你的世间 我得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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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你的能将却释放 你奇妙作为 运行在我生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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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佩得所有的荣耀 唯有你佩得所有的荣耀 愿万国万民 全地列邦 都归向你 may all nations and all peoples come to you 都能来认识你的作为 你的救恩 and to know you and your salvation 我们要来继续开口 尊崇你 敬拜你 赞美 we'll keep opening our mouths to worship you to glorify you and to give you all the glories 我们也要把我们内心对你的尊荣 借着诗歌来向你 向你述说 and also to present our honors to you through our songs 愿我们的祷告如香的烟 伸到你的座前 may our prayers go to your throne as the perfume 预备我们的心 来吵见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 for our hearts to meet the love of God on the throne all the saints angels angels they bow before your throne all the elders cast their cross before the lamb of God and sing All the saints All the saints and angels They bow before your throne All the elders cast Their crowds before the Lamb of God You're worthy of it all You're worthy of it all For from you are all things And to you are all things You deserve the glory You're worthy You're worthy of it all You're worthy of it all For from you are all things And to you are all things You deserve the glory You're worthy of it all It's like that name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你配的 你配的全所有 你配的全所有 你配的我配的 你是万无源头 一切都归于你 赔的所有荣耀 你赔的全所有 你赔的全所有 你是万无源头 一切都归于你 赔的所有荣耀 从白天到黑夜 从白天到黑夜 想到你左肩 心想起的呼吸 想到你左肩 从白天到黑夜 想到你左肩 心想起的呼吸 想到你左肩 从白天到黑夜 想到你左肩 心想起的呼吸 想到你左肩 从白天到黑夜 想到你左肩 心想起的呼吸 我尊崇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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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 祂的主 祂的主 祂祢 祢佩祢 祢祢 祢佩祢 祢佩祢 祢 祢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祢路 祢是我们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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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在祢里面 祢不饿也不饿 祢活 祢没有了解 祢 祢没有了解 祢 祢的位置 祢 祢 就要感谢祢的爱 感谢祢的福音 祢是我们唯一所需 盼望每一天都有祢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我们每一个决定里面 我需要祢 Lord, we need you I need you more More than yesterday I need you more More than words can say I need you more Than ever before I need you more I need you more I need you more More than yesterday I need you more More than words can say I need you more Than ever before I need you more I need you more More than the air More than the air I breathe More than the song I sing More than the next heartbeat More than anything Lord, as time goes by I'll be by your side I need you more I need you more Cause I never want to go back I need you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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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你 更深的来说 我需要你主 我需要你 一天多过一天 我需要你 言语无法形容 我需要你 有胜过一切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呼吸中有了你 呼吸中有了你 生命因你美丽 生命每个意义 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有你 我要更贴近你 再也不分离 不愿回到从前没有你 破碎生命 我需要你 一天多过一天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你赔的所有赞美 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同在胜过一切 你赔的所有赞美 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同在胜过一切 你赔的所有赞美 你的爱 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同在胜过一切 你赔的所有赞美 把你心里的歌唱出来 唱歌 你赔的所有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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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胜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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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过我的呼吸 胜过我的呼吸 胜过我的梦想 胜过我的一切 胜过我的生命 胜过我的呼吸 胜过我的梦想 我的一切 胜过我的呼吸 胜过我的梦想 胜过我的梦想 胜过我的一切 胜过我的梦想 胜过我的呼吸 胜过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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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过我的呼吸 胜过我的身影 胜过所有一切 我需要你 胜过我的呼吸 胜过我的身影 胜过所有一切 我需要你 胜过我的呼吸 胜过我的身影 胜过我的一切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圣经里面说 凡靠近我的 我必就近他 就好像刚刚Ester说的 其实是不到你失去的那一刻 你不会知道你到底有多么需要 或者是可能在生活当中 你感觉到好像有很多的混乱 但是当你就亲近主的时候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就是会有那种记忆很短暂的感觉 就是我们常常是在痛苦当中会记得深 然后可是当好像一切又很顺遂的时候 我们很快又会忘记 你知道好像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去记得那个 切目神急切地渴求祂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们好不好这样试一下 如果你是在家里面线上收看 你也可以这样子来做 你稍微憋气一下 就是憋得尽可能 你看你能憋多久是多久 就是有一段时间不呼吸憋气 憋到一个地步是你真的憋不下去了 你必须要张开嘴来呼吸 我们来试一下大家 预备好了吗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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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如果你居然还憋得住我也是非常佩服 可是刚刚就在你真的憋不下去的时候 你有感觉到那种 你真的非呼吸不可能 那个急切吗 我刚之所以要你做这样的一个操练 是因为我要你去想一想 那我对于神 我真的忍不住要呼吸的那种急切吗 我们对神的同在也好 或是期待祂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工作 或是与祂同行 我们有那样的急切感吗 或者每一天 因为空气已经太稀松平常 我们真的是需要你不吸气 然后好像憋气的时候 你才会感觉到那空气的可贵 好消息 神永远预备好 不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里 祂都预备好 祂的云相遇 即便我们好像过得很顺遂的时候 我们把神都给抛到脑后 都忘了祂 但祂仍是信实 祂对我们是不会改变 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想要邀请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不可以求神来造访我们 造访我们所在的这里 改变这个地方的树林氛围 如果你在家的话 同样你可以这样做 因为神的同在也在你的家中 让我们来开口扬声 来呼求祂 祂需要祂 主要我们需要 主要愿你来 主要我们急切地渴慕你的同在 主要我们渴慕你来造访 神灵愿你现在此刻你就来到 主要就是现在 主要超过我们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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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单单地渴慕你来 物舵愿你来 cęμά 简单地渴慕你来 主要是 多谁 想想说 values 主要是 神尼 欢迎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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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尼 我们何等需要 我们祷告今天所有的人 主要我们要与你 有一个更真实的相遇 感谢你你已经预备好 我们的心好 叫神的名可以得着荣耀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继续享受在神的同在里 我们来准备奉献 父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因为祂爱我们 祂的爱是永不止息的 祂乐意供应我们 透过奉献会让我们经历到神 祂的信实 恩典 还有祂其大的恩惠 欢迎现场聚会的家人们 可以扫荧幕上的QR 扣来奉献 你欢迎现场聚会的家人们 可以到前面来将你的奉献 代替你投到奉献箱 或是使用ATM转账 让我们一起透过奉献的信心 来经历神的祝福 用这首诗歌来唱 我们对神的爱 耶稍微信心 耶稣我爱你 你爱对我坚定不一 感谢你 感谢你恩典和怜悯 有首歌从我心深起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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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人生四季 你也永不止息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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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全心呼求 你也永不止息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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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全心苦求 你许多坚定 耶稣我爱你 听我全心苦求 听我全心苦求 你许多坚定 耶稣我爱你 我们一起来站立 来做奉献祷告 我们站在我们的腿 我们做这个祈祷 谢谢父神 你那不可测度的爱 谢谢你的爱像海洋一样 包围着我们 我相信每一天 每时每刻 你都在等我们 对你说我愿意 谢谢你的恩典 从过去到现在 都没有改变 也绝对不会停止 我们将我们的奉献献上给你 愿你喜悦 愿你使我们更多 更深地经历到你 成为荣耀你的见证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祝福 我们在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祝福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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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I thank you worship team 感谢我们的敬拜团 Go ahead You may be seated 大家请坐 All right Welcome to another great Sunday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主日 Go ahead Turn to the person next to you And say It is good to see your face 转向你走到两边 说 很开心在这里遇见你 And then say I'm not lying And then say I'm not lying Because I'm not a liar 因为我不是说谎的人 All right 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another fabulous Sunday 大家早安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今天很棒的主日 So if you're watching us online right now We cannot see you or meet you face to face But we would love to get to know you If you could so place kindly Scan the QR code And fill out your information 那在我们线上收看的弟兄姐妹呢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你 可是我们也真的很想要更多认识你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 就是转到我们的主日直播 然后再收看的话 好 欢迎你可以扫荧幕上的QR code 然后留下你的资料 我们希望可以更多跟你联系 OK We have some Do we have any newcomers here today? 今天我们当中有新朋友吗? 有没有第一次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I think we know everybody here today 今天看起来大家都是熟面孔 Hey Thank you guys for coming in I know that you guys paid a price 谢谢你们真的是付上代价 人来到现场 And it's always good to worship With every brother and sister in the physical 你知道能够在 在主日或者是在这样的聚集里面 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 是何等的美好 And then Like I said If you're watching Nasal Line We do look forward to worship with you You know very soon 那当然就是在线上 弟兄姐妹我们也很喜欢这样子跟你一起敬拜 Oh we have couple announcements and for this for today 那我们今天有一些报告是像 So in July In July we have a impact month 那七月呢 是我们的影响力的 这个月的主题是影响力 Okay So we have invited Pastor Roger to come and speak and he is the pastor from Mother Church and he oversees several gospel centers 那我们七月二十四号 我们邀请到荣生 荣生牧师 那他是 就是另外一个教会的牧者 然后他底下呢 遮盖了许多的福音中心 He is from the marketplace he is a full-time job But he also serves at the Mother Church 你知道他其实本堂 本堂是有在职场里面 他是职场里面的高阶主管 可是同样他也在母堂里面 就是牧养 Okay And then on the last Sunday of this month So this month was five Sundays 那所以这个月呢 总共是有五次的主日 So we also have the privilege of inviting Stan 那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汉光之士 So Stan and Pastor Roger they're actually like spiritual fathers and sons 那你知道 就是旅容生牧师跟汉光之士 他们其实关系 有点像是属灵的父子 And when I invited them It just so happened they were available one after the other 那也很奇妙 就是我邀请他们的时候 刚好他们就是前一周 跟后一周主日有空 So on that Sunday He would speak Come and speak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in the afternoon He would have a workshop So we invite all of us to come And then listen to him in the morning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quick lunch And then in the afternoon We're going to have a workshop About impacting your marketplace So I would like invite all of us to come if possible Doing those two Sundays To meet in the physical So we're going to have a happy lunch So in the afternoon We're going to have a chocolate 我相信的 不论是荣生牧师 或者是汉光指示 他们的信息跟见证 都能够大大鼓励到你们 也帮助你们更知道 怎么样在职场里面 活出我们所相信的福音 这一周是我们的第二周主日 同样在主日后 我们有一个装备课 我们会一起来看 这个电影叫做 War Room 征战房间 那征战房间的意思不是说 夫妻争吵不是哦 而是怎么样透过祷告 来打赢这个属灵征战 这个电影真的是非常地棒 所以鼓励大家等一下 主日后可以留下来 如果你不可以来 那即便今天下午 您没有办法留下来观看 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 可以租这个 War Room 这部片来看 那我们这一周的儿童主日学 还是在线上 所以如果是在线上 家长就可以扫这个QR Code 让孩子们可以去到线上主日学 那很快的我们也相信 就是我们的童主日学 可以回到我们的当中 那我们之前也有报告过 在八月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儿童的营会 那我想要邀请大家 你可以想一下 有没有哪一个家庭 那他们可能孩子 就刚好这个年纪的 你可以邀请他来呢 那你可以从Line App的群组里面 把这张图给download下来 或者是可以在后面 拿到我们实体的简章 那同样我们也还希望 可以招募同工 所以如果你的时间可以的话 欢迎跟我们联系 那一样就是在那一周的话 如果你的时间允许 欢迎可以扫这个QR Code 加入在我们服事团队里面 那如果在过去这几周里面 你有经历到神的作为 不论大或小 就是我们非常的鼓励你 不要害羞 分享出来 然后让你的见证 可以被更多人听见 那你知道就是 其实我真的是有看见 就是过去这几周来 神的一起的工作在我们当中 那如果你没有分享的话 我们没有听见 我们真的就会很可惜地 不知道说 哇原来神做了这件事情 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大大的鼓励 你可以好好的 多多地来跟我们分享 那但是在我们今天的主日 讲道之前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特别的报告事项 那大家知道过去三年 就是Karen传道 一直在我们的中间 那她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点像是实习 因为她神学院的学业 就是需要实习 在某间教会里面 然后才能够达到 结业资格 可是我从一开始 她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她真的是一个 很忠心的人 即便她是在实习的时候 她就已经做超过 实习所要求的一切 那去年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她身上 这些恩资财干 我就问她说 愿不愿意来成为 我们教会里面的执行传道 那你知道 所谓的执行传道 不是只是做做行政工作而已 是绝对超越那一切的 所谓的执行传道的意思是 我们怎么样 她怎么样可以 建立好一个稳固的根基 好像这个教会在成长的时候 是可以稳固的成长 意思是 她怎么样把人 放在对的位置上 然后让我们可以 有一个稳固的 教会的根基 然后是一个 很好发展的平台 然后所有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她可以找到 自己可以发光的地方 同样也 就是建立一个机制 让神放在我里面的意向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很好的发展 因为你知道 即便我们领受了意向 可是如果没有人 来做执行的这一块 去想说 那我们可以有 什么样的好的策略 再多的意向 是没有办法成就的 举例 这个今年我们的意向是 我们渴望更深地认识神 也让更多人来认识祂 所以 我们也在想说 那我们如果要这样的意向 我们渴望更多认识神 让更多人认识祂 那我们相对的装备课程也好 或是那些 我们要传出去的讯息 就是大家 生命见到的信息 就要相对应 好让大家是可以 真的走在这样的意向里 那你知道通常 为什么她是跟我很好的一个互补 就是对我来说 我很常好像看到一个点 我就专注在那一点上 但是她帮助我 打开我的眼界 可以看得更宽光 那她是今年准备要毕业 从神学院毕业 那所以去年当我问她 月明月接下这样的一个职务的时候 她自己知道 接下这个职务代表 必须要放弃掉一些东西 所以当她去年 在接下这个职务之前 她其实是有跟她自己学校的辅导 然后跟牧者 牧堂的牧者也聊过 然后就知道说 我因为要接下这个 所以我的神学院的结业时间 可是她祷告了以后 她也觉得说 她想要接下这样的一个职务 那你如果知道 过去这一年里面 就是她特别在职务的时候 有多忙碌 你要知道 这真的是因为 她全力地在冲刺这件事情 所以她原本应该是 今年要可以毕业 可是因着她 前面的这样的接下来以后 她是要到明年 她才能够毕业 但只因为她没有 这个神学院结业的证书 不代表她 好像失去了神 要她做的事情的资格 因为说老实话文凭 也不过就是一张纸 但神在她生命里面的呼召也好 恩膏也好 绝对是胜过那张文凭的 我之所以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主要 我希望可以很骄傲地 来跟大家宣告 所以她从7月1号开始 就正式是我们教会的员工之一 所以她会继续 她还是会继续 遮盖我们的招待团队 然后也会来负责 我们的生命小组 然后她也会负责 跟确保我们的意向 可以有很好的执行策略去完成 那你知道她特别所在帮助 或是遮盖这些团队 所以刚刚讲到这些 她个人遮盖团队 那同时她也会是我 很好的一个助手 来帮助我一起建造这个教会 所以我也真的很需要 靠她这样的一个恩膏跟头脑 我要邀请Pastor Karen 来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要来为她祷告 我们欢迎她全职地在我们当中 父神我们要奉耶稣基督民 来到你的面前 你看见Pastor Karen 她怎么样为这间教会 她牺牲 以及她的摆上 那我感谢她 就是又能够翻译 又能够带敬拜 她能够做很多 我所不能做的事 我也要谢谢你 让她可以来到我的生命中 让我能够成为一个 更好的领袖 我祷告的是当她 继续地来服侍你 也服侍这些教会的时候 祈给她智慧 让她有好的策略 每一次当她开口的时候 你摁高她的口 因为从她的里面 总是会涌流出恩典 涌流出真理 圣灵我也祷告 你每一天都临到她的身上 充满她 当她圣灵从她里面 涌流出来的时候 她就能够祝福这间教会 也祝福到我的生命 我们为她向你先上感谢 用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Pastor Karen 谢谢Ester 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到主日讲道 But don't worry I will not talk very long 不用担心 我今天讲道不会太长 Actually it would be very long I have 20 slides I have 20 slides 总共有20张投影片 Can we go to my slide 应该有第一张 好像不是刚才我看到的 There should be a cover of my There should be a cover to my poem You should say The Holy Spirit upon you 讲道上面 上面 上面有第一张吗 好 OK So today I want to talk So we'll be on this topic of the Holy Spirit 那我们会来讲道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圣灵 And we have been saying He is not a force 我们有讲过了 圣灵不是好像原力 你知道是个力量 He is a person He is a person He is one He is God himself He is God himself Because he is omniscient And he is all powerful And he is everywhere 但是圣灵的是 有任务在身 然后被拆派出来 带着大有能力 在他的身上 And for the last of the weeks We talk about what happens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And lives inside of you 那过去几周 我们讲到了 当圣灵来 然后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But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Holy Spirit upon you 可是今天我们想要来谈谈 是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But before I go into that I want us to know That there is a journey That all of us Have experience with the Holy Spirit 但当我讲到 这个降临在我们身上之前 我们要先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我们与圣灵相遇的 这一路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You know the Holy Spirit is not just He didn't just appear in the New Testament 你知道圣灵不是只有 在行约里面才出现 He was there in the very beginning 其实他从一开始 都还没有世界创立之前 他就在了 He was there in the book of Genesis 他就在创世纪里 Because it says right here The whole earth was empty and void But the Spirit of God was hovering around it 我们怎么知道呢 在创世纪里面 他有讲说 当地面是一片黑暗混沌的时候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And when God says something The Holy Spirit went to war Because He is the helper He is the builder 所以你知道当神一开口以后 圣灵就会去到那里 然后协助一件事情 承认成就 因为他就是那位 创造者帮助者 And all of us We have experienced the Holy Spirit 而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你住在这里 是因为你也经历过圣灵 That's why you are here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这 He drew you here closer to God 圣灵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可以救进神 But before all of Before us sitting here Once upon a time We probably didn't know But the Holy Spirit 可是你知道 就是在我们都还不认识神之前 我们可能不太知道圣灵 But it does not mean He was not doing anything 只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圣灵 不代表圣灵没有做什么事 In fact the Holy Spirit was there And he was chasing after us 甚至你要知道 其实当我们即便都还不认识圣灵的时候 圣灵已经不断地在追寻我们 It's kind of like one man chasing after a girl 你可以想象就好像是男生在追求女生一样 How many of our ladies like to be chased 我们当中姐妹们很喜欢被追求的感觉 赶快举手 真的 赶快举手 谁不喜欢 How come the other ladies are not raising your hand 姐妹不喜欢被追求是不是 被追了就那个了吗 还是因为以婚 以婚也是要丈夫继续追求 对啊 不好意思 没关系 OK The Holy Spirit has been chasing us 所以你要知道 圣灵是不断地在追寻着我们 In John 14, 15 says If you love me You will keep my commandments And I will pray to the Father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helper Who will abide with you forever 你知道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这里讲到说 凡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然后爱我的我就必爱他 But it says also that in verse Hold on a second In verse 15, 16 It says there is something 15, 26 It says I will send you the advocate And the spirit of truth He will come to you from the Father And will testify all about me 那这里呢 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又说 我要从父那里为你们 拆护卫者来 它就是从父而来的真理之灵 它来要为了为我做见证 This is what the Holy Spirit has been doing all this time And he's still doing right now 你知道这就是圣灵 He wants to tell us about How great the Father is He wants to tell us What Jesus has done for us But oftentimes Especially before We accepted Christ We didn't have that Like He was still doing his thing But we were so oblivious We were living in our own world We didn't know The Holy Spirit was existing 圣灵虽然一直不断在工作 可是是我们自己 仿佛是瞎了眼 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圣灵虽然做了很多 可是我们却完全在 他的工作之外 Because testifying is also convicting 因为你知道当 讲到说见证 其实也是叫人知罪 Like All of us were here Because we have Once upon a time Being convicted 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 或是今天 你会信主 就是因为 我们到了某一刻 生命的某一刻 我们真的知罪了 知道我们需要 有一位救主 可是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是 自己知罪 而是我们不断想 说服别人 告诉别人 你真的有多么的需要 一位救主 你真的很需要信主 我们有多少人 你有尝试想要让别人知道 你真的错得很离谱 你尝试了但发现没用 不管你讲说破嘴都没用 因为我们为什么说破嘴没用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营造出空间 让圣灵可以来工作 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该做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祷告让圣灵来运行 让圣灵来叫人知罪 叫圣灵可以工作在他生命里 那当然有的时候 可能是圣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的里面有一种 我想要去告诉那些人什么的冲动 可是我们也还是需要求 圣灵给我们智慧 是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去做 不然的话我们只会让那个人 觉得自己很糟糕 然后觉得自己很愧疚而已 我们刚刚讲到了说 圣灵是不断追寻 我们会追寻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 然后他想要帮助世人 圣灵想要帮助世人知罪 你要知道这个知罪 在英文里面他不是讲很多的罪 而是知道那个原罪 你知道在我们都还不认识神之前 其实我们都有良心 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分辨好歹 只是我们即便知道好歹以后 还是无能为力 因为我们常常都知道好的该怎么做 可是我们就行不出来 所以圣灵来不是想要认识神 不要杀 不要喝 不要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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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圣灵来绝对不是只是要帮助我们知道说 你不可以喝酒 你不可以杀人 你不可以做那些坏事 我们的良心早就已经知道那些事是不可做的 圣灵来只有要教世人知道一个原罪 而且就是单单内向罪 那一个罪是什么 不论是你跟我也好或是世人 其实我们就是不相信 那个罪所讲到的是我们不信 但是他同样也是要在义的方面来责备世人 你知道我们常常讲到自义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有我的标准 我觉得什么是对的才是对的 有没有多少人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应该都是觉得我对别人错才吵得起来吗 对不对 对吧 我们都有一个觉得说 我这样子看这个标准才叫公义 如果你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声音 会觉得说 他应该要怎么样 他这样做不对吧 他必须要怎么怎么做 如果你有这些想法 其实你就是把你自己里面 对于义的一个标准 投射在别人的身上 有的时候连对圣洁 我们都也有自己公义的一套标准 如果我有祷告 我有灵修 然后我翻圣经的时候是这样翻 我读圣经的时候是怎么读 如果我有跳跳领舞 这就表示我比别人再更圣洁一点 不 我告诉你 圣灵不断在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持守住公义 我们之所以可以称为公义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付上一切代价 我们的公义是在耶稣基督里 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也讲了 我们那些自己求善的好行为 其实在神眼中看起来 根本就是像是肮脏污汇的衣服一样 圣经里面耶稣是对法利塞人 他们讲说 除非你得着那个公义 不然你是不能进神的国的 它讲的是什么 我们想象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动作演员 明星 有吗 你有最喜欢的一个演员 演动作片 有些人在笑 不好意思 all of us would have a professional whether it's athlete or actor 我们可能都有喜欢或欣赏 某一位球星也好 或是某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这种 演动作片的演员 武打明星 那 imagine you still try to imitate try to do everything in order to be like that person 那可能不好意思 因为你以前喜欢他的时候 你就会想学他那些动作 或是学他那些招数 right there's a reason why they're called professionals 之所以他们是专业的 是有原因的 our actions our words that we'll try to imitate are just like amateur 那我们呢 通常想要学他们的那些招数 比方说你很喜欢一个球星 他挥棒都是怎么挥 你也想学的时候 可是你怎么学 都还是业余的 and that is the same with our righteousness when comparison to God's righteousness 同样当我们想要用 自己的义来跟神的公义来相比的时候 这就好像是 拿业余的跟专业在比 一比就知道差别在哪 那为什么了解这点这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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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可以尝试 我们可以尝试 我们可以尝试 我们的正确性 对别人的正确 你知道 因为你知道 作为基督徒 其实我们很常会把自己对于义的一套标准 套用在别人身上 或神触摸我 用ABCDEFG 所以你也应该要做ABCDEFG 你知道神触摸我的时候 我就是因为做了ABCDEFG 所以我经历到神的祝福 你也需要这样做 你才会经历到神的祝福 我在讲的其实不代表说 你都不能去教导 你都不能去跟别人分享说 你是怎么样经历到神 这不是我的意思 可是如果我们去跟人分享 分享完了以后 对方只觉得说 那一定是我不够好 所以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 经历了那么多 那我们就需要来检视一下 是不是我也过于犯宗教化了 第三个圣灵来会做的工作 就是会让人知道 那将要来的审判 当我们听到审判 我们觉得 噢 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你知道通常我们一听到审判 马上就觉得说 那一定是我哪里做错不好 不对 要被惩罚 但我要告诉你 神的审判不是如此 神的审判是公义的 是怜悯的 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因为在神的面前 罪已经因着耶稣都被抹尽 所以我们在审判宝座前 我们其实是要得到 那将要来的奖赏 那神对于还不信主的人 审判又是像怎样呢 所以神对于微信者的审判 就是告诉他说 嘿 你知道吗 我爱你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还是可以借着 我的爱子耶稣基督 回到我的家中 回到我的面前 有一次我听过一个牧者 这样分享 那他是在 FBI的chaplain 他在那种官方的机构 在FBI里面担任那里的牧师 所以他基本上也是牧师 只是他所服侍的对象 他牧养的对象 不是在教会里面 而是在一般的机构 可能是球队 或者是不同的单位 And this FBI officer 那个FBI中文是什么 联邦 联调查局 那是CIA吧 你怎么知道 你在调查局吗 没事没事没事 FBI is basically the police OK Just say the police FBI他们是 好像真的是联邦调查局 联邦调查局 So OK yeah Thank you So he was the chaplain He was the chaplain for the FBI 所以他是在这个调查局里面担任牧师 And then he was talking with him 那他就在跟他聊天 And then the FBI was like You know When I go to the field And carry a gun I have absolutely no fear Being the first one Going into the house Arresting people 那一位调查员就跟他分享说 你知道我出去的时候 我出勤 带着枪 然后我去到 就是要去抓这个犯人的时候 我总是第一个冲进去 我都不会恐惧 But whenever I go on an airplane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搭飞机的时候 I am scared to death 我真的是吓死了 And then as they were talking 然后他们聊完了以后 They realized he has that fear 就发现到说 他对搭飞机是有一个很大的恐惧 Because sometimes he doesn't know If he will be able to arrive at the destination It's out of his control 为什么特别会对于这个东西害怕呢 因为拿着枪满 那个是他可以控制的 可是搭飞机 到底能不能平安抵达 那不是他能控制的 So as they were talking more and more 所以当他们越聊 This pastor led him to Christ 这位牧者就带他直接信主了 See that is The Holy Spirit convicting the FBI officer Of God's judgment saying hey There is going to become one day where you would face life and death But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那那个当下你可以说 就是圣灵透过这位牧者 叫他知道这个将要来的审判 告诉他说 你确实没有办法控制 那等到你死的那一天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将要去到哪里呢 So that is the role of the Holy Spirit And all of us We have experienced that 所以那就是圣灵他来要做成的工作 而今天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 表示我们已经都经历到了 So the Holy Spirit is continually chasing after us 所以你要知道圣灵还是持续 不断地在追寻你追寻我 追寻那些迷失了的人 上一次我们还讲到圣灵也怎么样 他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为什么要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呢 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 到底重要性在哪儿 It says right here The Holy Spirit who leads into all truth The world cannot receive him because of his sin Because it isn't looking for him And doesn't recognize him But you know him Because he now lives in you And will And later will be in you 这里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十七节说 他是真理的灵 世人不接受他 因为他们看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但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并且要住在你们里面 This is talking about a relationship That God wants us to have with him 这里讲到的是圣灵 或是神 他渴望我们每一个人 与他拥有的关系 Jesus clearly says to his disciples I don't I'm going to the father But I'm not going to leave you as orphans 耶稣基督是很明明地 告诉他的门徒说 我即将要离开你们 去到父那里 可是我不会撇下你们 让你们觉得自己像孤儿一样 And most importantly He says I will be What in you 更重要的是 我会查看一位圣灵 然后他要居住在你们里面 我要居住在你们里面 Let me use this water And this mug As an illustration 让我用这个杯子跟水 来跟大家做个比喻 Now there is water Inside this water bottle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这个水屋里面是有水的 And I'm placing it next to this glass Now what is their relationship 这个中间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The water bottle is with the mug The water is with the mug The water is with the mug But the water is not inside the mug But the water is not inside the mug See God wants to pour His presence into us So that pastor can take a sip of water So that pastor can take a sip of water Thank you for laughing at my jokes Thank you for laughing at my jokes We have We need the presence of God We need the power for ourselves We need the power for ourselves And as I already said Mentioned last time That we need help We need help You know what orphans do You know what orphans do They try to survive Their mentality is Every single day How can I survive today 你知道孤儿每一天 心里每一刻所想的都是 我今天要怎么样做 我才能够活得下来 He is thinking I need to do Whatever I can do So I can go on 所以那个求生存的心态 就是我必须要用尽些办法 只要我能够活得下来就好 But if we constantly have This type of mentality Or this mindset 可是如果我们一直 带着这样的心态 What would this world look like 那这个世界你觉得 到底如果每一个人 都是这种求生存的心态 会看起来像怎样 How would others feel When they are in a relationship with me 你知道当别人 跟我这样的一个 有孤儿心态的人相处 他们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Or how would you feel If you know that person has what an orphan spirit 如果你知道那个人 他的心态 就是有一个孤儿的心态 因为他里面 就是有孤儿的灵 你跟那样的人相处 你会有什么感觉 Would you think Are you talking to me Because you want something for me 你会觉得说 今天他跟我讲话 是不是有从我身上 想要拿走什么呢 Do I have to guard myself against you 我需要好像要防着你吗 See One of the things I believe that every single person's struggle is how they think 我相信其实这里是每一个人 或多或少都会有的挣扎 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去想一些事 Like how do we know the things that we are thinking the things that thoughts are coming are true or lies 就是我当我今天在想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真理 还是其实是谎言呢 Because naturally if we live in a lie we become captives of the liar 因为你知道当我们 如果我们所想 我们没有去谨慎 然后所想的东西 其实是个谎言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会成为 这个谎言的俘虏 That's why the Holy Spirit lives inside of us So when we read the Bible When we read the truth He would lead us and guide us into what the truth 这是为什么 我们何等地需要 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而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这个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神 这位圣灵可以带领我们 真实地进到活在真理当中 And this is the good news for all of us People in the New Testament 而这是我们每一个 活在新月的百姓里面 我们可以有的一位好消息 Because after Pentecost When the Holy Spirit poured out Now the Holy Spirit lives inside of us 因为你知道 就是在圣灵浇灌 那个五旬节之后 圣灵如今都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是因为口渴 所以在喝一口 See in the Old Testament 然后在旧约的里面 The Holy Spirit was also chasing He was also filling people 圣灵他也不断是在追寻 然后跟人在一起 In the Book of Judges The Kings were anointed The Holy Spirit came upon them 你知道当世事记里面 就是先自去恩告一位王 他用油倒在他身上的时候 圣灵会是去与他同在 King Saul was being anointed The Holy Spirit came in him And he became a king 你知道扫罗王同样也是 受恩告以后 圣灵居住在他的身上 By the way he was not a good king 但是呢 他并不是一位好王 But in the New Testament 可是在新约的里面 神他这位有位格的神 那位全知全能的神 God now lives inside of us 他如今是居住在 每一位的信徒身上 他来不光是要安慰 遭救劝勉我们而已 而且要带领我们 进入到一切的真理 带领我们可以更加 更深地居住在耶稣基督里 而这些都是发生在 两千年前的事 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这么说 这是施洗约翰他所说 在马太福音的三章十一节 他说我用水为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在我之后 有位比我更有能力的要来 我连替他提鞋都不配 他要用圣灵和火 为你们施洗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已经受了圣灵的洗 我们受了圣灵的洗以后 我们就能够进到 耶稣的肢体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目前都是在 耶稣基督 他的那个单一的那个教会里 合一的教会里 我们众人都是一体 那就是受圣灵之洗以后 所带来的意义 在哥林多的前书 12章13节这里说 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 是奴隶或是自由人 我们都领受了 同一位圣灵的洗礼 归入了同一个身体 同饮一位圣灵 听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 你知道如今的 你跟我都不再做孤儿了 我们是有一个属灵的家庭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归属 我们是有产业的 我们知道当有一天 我们与耶稣见面的时候 我们要领受到的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讲到 受圣灵的洗 意思是我们融入到了 这个基督的身体里 所以圣灵的洗 让我们可以 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而我们进入到 基督的肢体当中 可是今天我想要带大家 来专注的是 最后这一点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 我们讲过了 圣灵从以前到现在 不断不断 而且也持续不停地 在追寻着我们 所以当祂追寻我们的时候 我们知道祂不光是在我们的身边 然后现在也透过圣灵的洗 祂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不再觉得 自己是无家可归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谁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 已经记在生命册上 写在天上是被欢庆 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 可是不代表 就只到这里为止 你知道当圣灵不停地追寻 我们被找着了以后 祂又居住在我们里面 可是还不光是如此 接下来才是一个开始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这里耶稣说的 祂说信我的人 从他里面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信 祂的人要得到圣灵 但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 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 这是在耶稣上十架 上十架跟成圣之前的事 可是我特别挑选这节经文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圣灵不光只是想要给我们活水 赐给我们活水而已 他不是只是让我们喝完 觉得好凉爽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蒙着 不是只是为自己活 如果你待在教会够久 可能人们有问过 可能人们有问过 你有受过圣灵的喜吗 我们中文有一个叫做圣灵的喜礼 可是其实在英文里面 是没有这个字叫做圣灵的喜礼 可是圣经里面有讲到别的其他的东西 通常受圣灵喜乐的人 他们可能就会开始说方言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会开口说方言的时候 他受了圣灵的喜乐 可是你知道 当然说方言 那是一个好像看得出来 圣灵已经领受过圣灵的喜 可是其实圣灵 张写在你的身上 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而且你要知道说方言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说方言其实造就的是自己而已 可是我们蒙着 他不是要活一个自私的生命 圣灵不是只是来 然后居住到我们的身上 你就觉得 哇 我有圣灵 我好棒棒 然后结束 透过这节经文 我想要来挑战大家的事 我们不是只是要从圣灵那里领受 然后领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就觉得说 哇 圣灵在我们里面 真的太好了 而是要从他这里 向他所说的 能不能够涌流出来 然后可以去祝福到其他的人 我们不是只是要来这里 然后做一个消费者 而是要能够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 这是为什么圣灵 他不光是要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还要降临到我们身上 圣经里面其实没有特别用到 圣灵洗礼的这种用字 可是你去翻的时候 你就会不断发现 圣灵充满在他们的身上 他讲到说 当圣灵临到一个人 临到你 它看起来像怎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个水已经在我们里面了 当圣灵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你会知道自己是个儿子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被更新 当圣灵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总是会很有亮光 你知道你自己行走在真理里 但会没有能力 可是当圣灵临在我们身上 他看起来就像这样 看好了 只有一次的机会 意思是会从你的里面 永流而且不断地永流出来 因为这个能力临到我们的身上 你说这个能力临到了 然后呢 只是因为我们可以开口说方言 然后使自己得到就如此而已吗 不 你可以得到更多启示 我告诉你 得到更多启示当然也很好 可是不要停在那里 好 让你可以有更好的服饰嘛 当然那个也不错 可是也不光是如此而已 到底圣灵将领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得到能力 是要为他来做什么呢 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好叫我们能够为他 为耶稣做见证 你记得我们说 圣灵不断地在追寻人 可是他也需要有人 愿意为了他 去跟他一起 然后去为人祷告 然后去帮助人 但你愿意做那个人吗 我们愿意成为他的手跟脚吗 我们愿意成为他的眼和口吗 我告诉你 圣灵渴望降临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身上 可是不是为了你 而降临在你身上 而是为了世人 而降临在你身上 比尔·庄森牧师这样讲过 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世人 一个与父神 与圣灵相遇的机会 你的生命有没有活的 是别人一看到 有人说这个人不一样 他看着你或者看着我的生命的时候 他应该要被我们里面的那位灵 所吸引 大家都被圣灵充满 然后得到圣灵所赐 才能说起别的语言来 你知道甚至你里面 已经因着圣灵而得到 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 原来我有这样的能力 可是这个能力不是只是帮助你自己 好像能够更为成圣而已 圣灵可望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赐下能力来 那到底这个被圣灵充满 又是什么意思 到底它的值得是什么 我要告诉你 它会带来一个转变 它会带下一个转化 你知道在我们说话的方式会不一样 我们行动 我们的行为也会有所不同 可是最终我们其实要讲的是 让神来好像掌管我们的身体 在一副所说五章十七节这里说 使徒保罗在这里就是 讲到醉酒跟在圣灵里面的醉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样子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你喝醉过的可以举手我看一下 应该每一个人吧 如果你有没有喝醉过 酒量很好 有可能是真的酒量很好 我们有举手喝醉过的人 自己没有喝醉没关系 那你一定有看别人喝醉过 所以当一个人喝醉酒 意思是什么 他完全被酒精给掌控了 当这个人在这样的影响力下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行为 开始不太一样 以前我很常常上夜店 你知道你就会看到男生 我看到我的朋友们 我就会帮他们每个人都点一杯 就是那种 shot 然后大家就是一次有一个人 一二三四五六喝到第七杯 然后大家就是一次有一个人就是 然后那个人开始好像不太一样了 原本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现在突然整个就放胆起来 原本不会跳 现在在里面翻转 在地上跳 可能是自己当过那样的人 或是你有见过别人 他就是受到酒精所影响 他整个人转性 他就说 他就说 他还要吗 就有那种搭讪女生的话书 都会出完出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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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隔天你问他说 蛤 不记得 我要说的是什么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在那个酒精影响底下 好像人就突然 哇 大胆了 然后什么都敢做 什么都敢讲 然后通常人家就说 酒后是土真言 那通常那个真言 有时候讲出来 其实是 讲出来大家都尴尬 因为所谓的真言 并不是真理 那只是他心里面 认为他认为是对的事 可是当圣灵 临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也应该 要有像那样子的放胆 我们一样吐真言 那我们的真言 是说 告诉你耶稣是谁 我们不是要减罪人 或批减人 但是 神经病 正在活动 是通过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 被浪费 所以 整个世界 会被影响 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的里面 应该从我们里面 涌流出来 好像我们周围的人 也可以受我们影响 不是要去定罪他们 而是要帮助他们 能知罪 大家不用难行 水而已 等一下自己就会干了 By the way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o walk on water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o walk on water 就是欢迎这个水 No no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o walk on water Walk on water 耶稣不是在水上走路吗 你看就这样子 在水上走路 I'm just being funny today 今天很多的梗 I want to make sure you guys are still tuned 我希望你还是可以 专注在我所在讲的事情上 Holy Spirit wants to give us joy And one thing is to tell jokes 那么多的笑话梗 就是圣灵想要带给喜乐 带给我们喜乐 How do we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 How do we ask Holy Spirit to come 我们怎么样能够邀请圣灵来到我们身上 I want to propose to you that people in your life that is waiting for an encounter with God 不告诉你 你的周围 你的身边 就有人在等着 希望可以与神相遇 可能那个人 因为看见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有人看到说 哇 这个人他真的是被圣灵充满 可是我要让你知道 那个人他也渴啊 他也在等着 那你有没有这一杯活水 你愿意像耶稣 怎么样绕远路去遇见这位撒玛利亚 井边的妇人一样吗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你要去找寻到那个人 那个任务是在你身上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领受大使命 你和我们都需要能够这样 放胆起来 好去到那个神 让我们去的地方 但我要问的是 你愿意吗 或甚至一个对你来说 更重要的事 我要问你是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被圣灵充满 对你来说 你看中它吗 你没有办法多做一些事情 让你成为一个更公义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的公义 已经是完全地在你的里面 你知道因着 但因着与他交通的这份爱 我们愿意出于爱的缘故 来到教会 或是做其他的事 可是我相信圣灵在找寻 有没有人愿意与他一起 他在找的是 有没有一个人愿意 好像对他敞开好 叫他可以临到他的身上 俗家福音的十一章十三节这里说 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 把好东西给儿女 天父岂不更要赐圣灵 给那些求他的人吗 今天在我们结束之前 现在你们都知道圣灵他的角色 或是他要做的是什么 是他非常地渴慕 想要来充满你 可是我要问的是 那你愿意被他充满吗 你觉得被他充满是一件重要的事吗 你知道被圣灵充满 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 而是为了你身边的人 为了世人 我邀请大家从位置上面站立起来 今天如果你渴慕 我相信圣灵很想要来临到你 我相信他想要让你可以放胆 有勇气 所以他可能会叫你知道有哪些地方 我需要做得更好 可能我需要改变我的眼光 或是改变我的一些想法 心态 我相信他会这么做 可是我只问 你是否愿意被圣灵充满 不断地充满 所以你会被圣灵 到一个地步 是从你里面 他要涌流出来 让这个活水 从你里面涌流出来 可以触摸到人 当我们等一下 继续来敬拜的时候 你就来祷告 如果你真的想要 你开始口祷告 说主求你充满我 我相信你会得着 圣灵我邀请你来 你看见我们当中 凡渴慕的 我们祷告今天 不论是在现场 或是在家里面观看的 主要我们要与你 有一个全新的相遇 我们要求你来 抓成你来 我需要神的同在 一起来唱 我需要你 一天多过一天 我需要你 言语无法形容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有什么一切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的充满 我需要你 一天多过一天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一天多过一天 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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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中有了你 呼吸中有了你 生命因你美丽 生命每个意义 都因为有你 我要更贴近你 再也不分离 不愿没了从前没有你 破碎生命 我需要你 一天多过一天 我需要你 言语无法形容 我需要你 破碎过一切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的同在胜过一切 唯有你配的所有的赞美 我们一起来唱 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同在胜过一切 你配的所有赞美 你的爱 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同在胜过一切 你配的所有赞美 你的爱 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同在胜过一切 你配的所有赞美 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同在胜过一切 你配的所有赞美 你配的所有赞美 有一切 我需要你 我们一起来寻求 他 自由的来慈拜 圣灵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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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圣灵更多 趁人超越配共同 我们愿意成为与你同工 我们不是只是要喝那杯中的水 而是要那水从里面涌流出来 主要赐给我们能力 今天如果你渴望被圣灵充满 我要请你来到台前 我们让你 为你按手 我知道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 我很强烈地感受到 这个同在不断在我们当中 我要你知道的是 今天是圣灵想要来触摸你 让我们继续敬爱 如果你愿意来到台前 圣灵充满让我们来为你祷告 如果你渴望就走到纸面了 不用看其他人 但他来到神的面前 你陪着所有赞美 你陪着所有赞美 你心事永不改变 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同在胜过一切 你陪着所有赞美 你陪着所有赞美 你的爱 你的爱 更慕他 更多来 更慕他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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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感动 更多 更多 更多你的痛 更多你的 让我能 让我能走出去 谢谢 让我的 心者需要 需要 需要你的 人 将你的 爱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我们当作有个家庭 我感觉到这个家庭 是 你面对 你面对 可能 你 可以 失去 很贵 我感觉到这个家庭 就是好像你们 有一样很 宝贵 然后你很珍惜的东西 要失去了 然后 你们 因为知道 好像要失去了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你们里面是感觉到很沮丧 然后 我好像看到神的手 从天上下来 然后把你的家族 家人整个这样 拢聚在一起 然后他把你们给抱了起来 然后把你们放在另外一个家中 这个危险 可能是你 家庭 可能失去你的家 那这个也有可能是 你的家 好像你们要失去了 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 那如果是你的家 我只是想祝你 在名字的耶稣 让神的开放 我感谢你 他已经给你一个新的家庭 那如果是你的话 我想要为你来祷告 然后也感谢神 已经有赐给你一个新的家 然后我也感觉到 刚刚讲到说 这个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也有可能是家里的一位成员 然后我感觉到 这个家庭的成员 是在病床上一段时间了 但是那个人 还不认识耶稣 我想要鼓励 如果是你的话 可以去与他分享 如果你需要 好像写下来 你才会知道怎么说的话 我鼓励你可以这么做 就是去把他写下来 然后去跟他分享 然后我相信神 也会让你有机会 实际上可以带他 做绝世的祷告 来信主 父神我为他们之间 这个神圣的相遇 要来祷告 让你的圣灵 可以降临在他身上 好叫这个人 他可以放胆地去 让他有创意 跟有知道怎么分享的策略 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各位听众朋友们 让我跟你分享 我尝试每一天 这么做的一个秘诀 不论你今天就是在我们的会场里面 或是在线上 你可能感受到了什么 当你在你的家中 只要你带着同样的渴慕 你带着同样的期待 你也可以来经历 这就是你每一天被圣灵所充满 就是来向他渴慕 不想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你显现出你这真理的灵 真理的灵 临到我们众人 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能够持续地来耕目 来接待你的同在 更深地认识你的同在 更多地认识你的声音 赐给我们能力 做你的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我们将一些掌声归荣耀给神 我们将一些荣耀归给主 Amen Glory to God 我们可以把灯打开 I think just like last Sunday I feel like worshiping I feel like singing 那我就好像上礼拜一样 我也觉得我就是好想敬拜神 So I have this hunger 我就是渴慕祂 Like you can leave if you have to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离开没有关系 ι como我需要你 圣过我的勇醒 y me nós想要留下了 那如果你要留下来的话 我们等一下也有这个装备课程 不要忘记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但我需要你 我们就更多地认识 圣过我的勇醒 圣过我的勇醒 圣过我的声音 圣过所有一切 我们等一下今天的装备课程 課課會比平常早一點點開始 因為我們要看一個大概兩個小時的電影 所以我們會12點半準時開始 如果你沒有從教會訂便當的話 那可以請你去樓下或是什麼地方準備一下 那我們12點半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是因為是看電影 所以你可以一邊看電影一邊吃東西 如果你要去買爆米花什麼也都OK 然後我真的鼓勵大家可以留下來上課 是因為這個電影我自己看了四遍 每一次看我都很感動 然後呢今天我們不只是看電影 以後我們也會跟小組家人或者是教會的家人 我們有一點的時間分享跟討論也實際來禱告 所以這不是只要看電影 但後來電影我們也會有些議題 以及一起祈禱 我相信在這個時刻神有話透過這個電影 要來跟你說 因為就像我們的題目 其實我們就是要來得到神 要給我們的那個爭戰的祕訣 所以好不好如果你想要 你已經有飯了你想要留下來繼續敬拜 你OK可以繼續留下來 但是如果你需要預備的話 你也可以自由去預備 讓我們電影十二點半會開始準時放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飯了 你也不用擔心 你也不用擔心 你也可以留下來 然後如果是線上的對我們姐妹 雖然你不能來到我們當中 但是就像牧師說的 這個電影我相信在這個時刻 神一定有話要對你說 你也可以自己上網或者是出來看 所以那些人在網上看 即使你不能來這裡 但就像教授陳說的 你也能把這個影片 也能把這個影片 也能把這個影片看 自己看 我真的相信當聖靈造訪我們的時候 在我們當中會有一個的見證 不斷的出來 我真的相信當我們是聖靈造訪我們的時候 我真的相信當我們是聖靈造訪我們的時候 當我們是聖靈造訪我們的時候 在我們當中會有一個的見證不斷的出來 因為我們的神是良善 而且祂是可信的啊 因為我們的神是信的 而且祂是信的 好 那就到這邊啊 就上帝祝福大家 祝福祂祝福祂 我們今天結束聖節 我需要你 一天多過一天 我需要你 言語無法形容 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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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次更深的來唱 祝福祂 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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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you, Lo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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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祝福大家 這一週都能夠 滿有神的同在 滿有能力 感謝主 拜拜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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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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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